中午好 歡迎您收看八頻道一點新聞 我是蔣煥 先來關心一條本地消息 東西地鐵線將會從這個星期天起 一連五個星期天全天候展開新信號系統的測試 在這一段期間 凱爾圈站和豫群站之間的地鐵服務 將會恢復運作 接駁巴士服務則將會在這五個星期天停止服務 來看記者徐永森的報導 陸陸交通管理局、SMRT和信號系統供應商 泰雷茲自2月份在非載客時段 對東西地鐵線的新信號系統進行測試 從這個星期天起 東西線將會在連續五個星期天 全天候測試新信號系統 測試將不會影響東西線的運作時間 當局也將會在下個月底的學校假期 每天對新系統進行測試 在服務間測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雖然我們在南北線吸收到寶貴的經驗 可是在服務間的測試讓我們能可以更快的發現 還有解決在日常服務所能發生的事故 基礎建設統籌部長兼交通部長許文元 早上也走訪畢山車廠的新系統模擬測試設備 新設備測試新信號系統的可靠度和穩健度